《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又到有利同行 我是Jimmy 也有好幾個月沒有跟大家見面 歡迎大家 今天又找了一個好朋友張榮輝 你好 張榮輝是甚麼嘉賓呢 跟我一樣 他曾經做過議員 我還在做議員 我也很快加入他的行列 都不做議員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用第三者的眼光 講一講區議會選舉 張榮輝 聽聞你做了好多年議員 有多久 十幾年 我也有十幾年 大概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 但是你做過很多次選舉 你自己選過很多次 大大話說都七八次 七八次 贏過多少次 贏過多少次 贏過兩次 選過七八次 有些是補選 有些是區議事件稿 有些是立法稿 然後區議會選過兩次都輸 來到大埔才贏 九四年 九九年 就沒有再選 不過另外也幫很多朋友 所以其實經驗都類似 沒錯 我們今天區議會 今天主題是區議會選舉 不過我們不講悶的事情 我們不講一些悶的事情 我們講一些新鮮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幾個候選 11月6日 我有留意的 今年提早到這麼高級 喝杯 差點忘記了 身體健康 首先沒有贊助 如果贊助商有興趣的話 隨便聯絡主辦機構 跟我沒有關係 好了 喂 今年真的不多國選舉 聽聞比上界更差 聽聞 比較靜 靜度 因為可能 靜度 因為最近政府太多 所以大家的焦點都要簽建 其他問題 區議會選舉有些 啊?選舉嗎? 最近多了少許選民登記 有些人才記憶 就來區議會選舉 老實 如果不是行內搞議會 那些人真的 走出街 不知道接下來選舉 沒辦法 這個政府 其實他也可能 未必很重視 這件事 那倒是 我們以前搞選舉 到這時候都 都悄悄悄悄悄 想想想 還有幾個月 還有四五個月就選舉 很忙的了 大家都要爭取 一些接觸市民的時間 但是我現在早上都 我嚴格來說 都是一個市民 我今年不參選 但是我以市民的身分 真的看不到 我以前做的事情 在我的地區發生著 譬如說 我應該 近兩年 我都是見過一次 有個候選人 在我家附近早上 派傳單 我知道你到處幫忙 又有百足 那麼多抓 亦都在不同的地區 早上、晚上、黃昏、深夜 都在家裡抱 不像我那樣 所以 即是說我頑皮 即是你接觸面說 你又看到些甚麼 我們很想分析一下 究竟我是一個片面的分析 還是一個廣泛的分析 你那個就不要介意 擋人相當片面 因為你上班、下班 那個區 如果沒有記載九龍城區 可能競選氣氛不是很強烈 在其他區是有的 但是當然 相對以往是差一點 但是因為今年的候選人 其實是把戰線拉長了 他就不會說臨選幾時才開始谷 而是很多時候 已經是一年前在做事 一直在做 所以相對上 在早上見到的次數未必那麼多 但是他們有時候會去 在黃昏 或者晚上都有 但是那個數量不是那麼多 但是我留意了另一件事 就是他們開始更加著重組織戰 就不是純粹站在街上 所以這裏有些東西 我們未必即時現在看得到 但是可能這個選舉文化也正在調整 而且你也知道網絡那麼流行 還有Facebook很多東西 他們已經透過那些系統 去做另一種功夫 所以跟我們那時候 是有一點分別的 不過所以我今天 其實我不講整體分析 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我始終都是講 作為一個第三者 就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我們怎樣去感受這個選舉 第一就是我剛才說了我的感覺 真是弱到不得了 我現在呼籲一下我區的那些候選人 當區議員 最好讓我見一下你 是不是 我都下去那區 住了那區幾多年 很多年 都有三四年 但是真的好像沒有 好像見過 當區區議員 走過每個人一次馬路 做事就見過他的對手 所以 所以我又要問你了 好啊 你 你沒有得說 其實我本來應該你問回我 差點 就是 你因為 你 就是 這麼深入去參與 即至今時今日也好 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未選之前 已經有個選舉決定 例如當回我 我現在只是一個普通人 因為普通人 就感受不到這個選舉 但是如果 當我真正知道選舉人 我要去投票的話 你認為 甚麼可以令到我這些人去投票 投一個 甚麼去吸引我 甚麼令到我去做一個選舉決定 我不是你 每個人的取向 或者 那個點都不同 但看上 一般市民都覺得 我要找一個人 代表我在議會 或者地區工作 首先第一 就是認識他 第二 覺得他有足夠的能力 第三 就真的有親和力 他明白我在說甚麼 你這些 是很理性的選民 十個都找不到 一兩個 其實我們講選舉 我現在是給一些資料 一些候選人 雖然聽到 可能都是下年的事 有機會 但是 其實我選了那麼多年 反過來我覺得 是游離票 很重要的 絕對同意 所以 你怎樣去吸引一個 三九不識七的人 又不對 你不要說 對政治冷感 對地區事務 都是冷感 沒錯 日日夜夜都可能 都不感覺到 就是 區議會 在他身邊做了些甚麼 但他可能到選舉日的時候 對呀 我有責任要 他唯一的感受就是 是選舉日 我有公民責任去選 甚至乎 算了 有些事情做 我也可以不去選 那你怎樣去 首先怎樣吸引他去選舉 某程度上 都是我們日常空 但是 多一個 將一張空白的人 一個空白腦袋的人 他去到投票的時候 他真的用有限的知識 你想想 怎樣去吸引他去投我們上 即是你和我一票呢 即是我和你是一個候選人 其實剛才我講 雖然很空泛很理想 但其實將他落實 其實就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正如你說 我在街上見過我的議員 過馬路一次 但如果我在過往 那麼多的年裡 我其實沒有甚麼要我議員幫忙 有甚麼地區問題 我關心的 但我經常見到那個人 他親切地和我打招呼 甚至他都可能在他 聽他叫麥克風 有一兩句說話都合聽的時候 這種的接觸是重要的 當然有些人 我不上Facebook 我不看這些東西 這些那麼悶 這些政治的東西 但當我不是一次見到他 我一個禮拜見到他一次 甚至一個都見到他兩次 甚至我八九又見到他 哪裏都見到他的時候 可能好像一個說句 印象會深了 當兩個認識 一個不認識的時候 你會比較傾向 這個認識的那個 這是第一 第二 有時候外表也很重要 形象 其實你當時選舉的形象 也相當好 我記得的 這個形象反而 也會令到有些人 對你加深印象 至少看下去 我們叫做 不打得也看得 我自己覺得 現在的一些 新的候選人 還有現在的情況 候選人 談到是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 很多時候 他們覺得 夠型 就可以了 但往往 形象各方面 少少忽略 你所謂年輕 其實我當時的年輕 但我當時的30歐 你現在是否說 80後 全部的80後 即現在是二十幾歲 沒錯 例如二十三、四歲 甚至二十六、七歲 他們覺得 年輕是他的本錢 但當在一個社區 特別選議員的時候 可能一個成熟一點 穩重一點 一個年輕一點 有活力一點 當然每個人的取向不同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個 討論的代表 可能都傾向比較成熟一點 人生經驗、見聞 可能他會比較容易代表我 年輕人又怕他不定性 所以我只覺得 形象方面的塑造 也重要 不過往往今年的 有些候選人 我看到 我接觸過那些 這方面不是太著重 但是 是否完全不是呢 我都見過 有些區的候選人 永遠穿了一隻顏色的衣服 你走過 看到 自然會感覺到是他 甚至他身邊 那些所謂的選員 都穿同色的衣服 哪一區我就不說了 但這個其實 有個情況 當我每次見到這隻顏色 就記得是他 他做過多少人 可能不太知道 但我不斷見到這隻顏色 這個人的代表 到我真的投票那天 好像我看電視廣告一樣 我們今天也買了兩支 其實廣告的力量就是 當你想他做一樣 你的腦海浮移一樣 所以我正想說 其實我對我區的議員 甚至是候選人 那些準備出來參選的人 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不過我記得 我唯一記得 當中有一個 應該是候選人 那種顏色 橙橙的 沒錯 如果你要我去選 的話 可能我唯一的印象 就是 應該選一個有橙色的人 可能那些油膩票就是薄弱到這麼簡單 當然最好就是 早上上班的時候做過西裝油 星期六天做了一個活力之星 百變百變萬 不同的階層的人士都接觸到 給予別人不同的感覺 這些是我們 我們通常這麼多年選舉 阿輝 張sir你教我 甚至我教一些 警察人 經常都會說到的 但是是否撿得到所有事情 今年我看不到 沒有了 即是莫講華 即是個人 他背後那些人 又是散修修 一個人出來派單張 笑又不笑 總之就 總之如果我是一個 一個 一個完全對於這些事務 莫不關心的話 那你派單張 我見到你都沒有興趣 我走了 所以我都沒有拿過他的單張 沒錯 所以我自己覺得 現在很多的候選人 其實都仍是拿著一種 叫做美光心態 有攝影機 有電視拍到他 他就報名去 請願示威都盡量去 去一會也好 他們覺得這樣是做了事 但其實 這是一個比較錯的想法 因為你怎樣做都不夠 一些官員 立法會議員那些 去拿到那個鏡頭 而且你要在那個鏡頭 看到你的樣子 可能你在那裡 嘔嘔嘔嘔嘔 其實比你更差 其實如果這些 要搞清楚 就是示威遊行 遞信 所有那些 拍照 都是幫你塞住 你做的工作報告 但是你做完這些工作報告 是否代表你贏到 我們大把 大把過往經驗 做到天花龍鳳會飛 都輸 沒錯 做到脫頭脫骨的 有機會又贏 有些可能不需要怎麼做 他因為在地區的實力 雄厚 所有人都認識他 根本一選舉 那些人不是找他 找誰 於是 如果 當然一些年輕的 候選人 很難做到這個境界 但基本的事情 其實他一定要做 我不是說 叫那些人 不去遊行示威 因為有些事情 的確要表達 示威心性 但表達之餘 就不是為了拍照 那麼簡單 之後的跟進 你怎樣給你的居民 不要說選民 知道你真是為他這方面做了些工作 這個其實很重要 因為太多的候選人 他們會覺得 我有政黨支持 我又都叫勤力 我又喜歡喊咪說一下 但其實有時說太長 沒有人知道說什麼 有時說話就沒有準備 一割一割 結果那些人聽到 就是一些噪音 你也好 你見到人喊咪 我真的 我從今年一月至今 都未見過有人喊咪 最多都是錄音機 有聲音的 就是來自一部錄音機 音樂錄音機 V哇哇哇 V哇鬼叫 人肉錄音機 要不然就靜悄悄的 真是悶到 又沒有期婚 又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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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有 我都不知道 怎樣去選 可能你剛才說 九龍城市樓區多 他們的選舉文化 可能跟其他區 公屋區 或者一些什麼形式都有 或者舊區一些區 有些不同 其他區都有 不過我只覺得 他做的時候 那個組織 例如說只有一個人派 就是只有一個人派 但是一個人派 怎樣都能夠吸引到人呢 這個要想的 很多的候選人就覺得 我派了東西 就是做了東西 那其實 居民接你 跟一些街上 收錢來派單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最重要 就是你要讓人看到 你自己有所不同 當然 所以 我小弟當年都是一資工 之後 六點半 派到之後 早八點 我也幫過一下你的 就是 不可以經常都得一資工 當然要找我拍拖 就是 我都說 我經常跟別人說 我到選舉日 最後一星期 我已經不派 就是玩握手 越握得多 越有人主動跟你握手 那一票還不是你的 你還要派單張 你當然是握手 握得手的張就是票 就在這裡數票 別人數票 我用這樣的方法數票 不過有些區 有些人已經開始做這件事 是不是 因為你看過範圍 就是剛才說的 九龍城區 是靜一點 很少的 如果你去到所謂的舊區 深水埗的公屋區 那裏增持很激烈的地方 就可能有些不同 例如最近 你看一下 這個叫做什麼 那個 那些屋 屏風樓那裏 美孚 你想想那裏 一定競爭很激烈 因為居民有一個很重要的訴求 所以每一區的情況有些不同 有機會走去地區看看 但是剛才我說 現在開始一些年輕候選人 他們的確用了很多的 網上的工作去處理 但是我這裏 當年紀大小 封圈他們 在網上做的事 其實全部有紀錄 Facebook說的事 寫的事 全部有紀錄 的確要小心 否則可能因為一次的說話 或者一些表達的意見 不那麼謹慎 會導致影響你的選舉 我都想提 希望借這個機會提一下 當年每一個年代 有不同的選舉的文化 選舉的策略 但是選舉那麼多年 其實累積的經驗 是一本聖經的書 那麼嚴重 當然是 但是怎樣是一個決勝 其實就是把所有事情包起來 你做了所有事情 基本上就是做了基本的要求 當然有新的科技 新的知識 新的文化吸入 我們亦都要吸納 但是舊有的文化 其實不可以 這些年輕人不可以忽略 譬如說 如果你只顧著做一些電子傳媒 只是做一些網絡傳媒 好像 我每個星期上來做Now TV 正 這樣就慘了 或者我經常在Facebook上 打開閉 都未必足夠的 真是老實 如果這樣 你就是等於你的選舉工程 我奉勸你 你拿到總票數的十分之二 我都覺得你很厲害 我想這樣 他這種新的文化 正在醞釀 他們有些人就迷信 但是我想我們又不能忽略 他的影響力 我同意的 有一個影響力 就是郵離票 或者一些對這件事不認識的人 初次想辦法認識你的人 或者年輕人 或者年輕人 老實 我們以前沒有這些 一個普通市民去認識一個候選人 可能真的期望著 明天會不會看到他的派什麼 他的街板寫什麼 平時他的黨叫什麼口號 現在不是 可以上他的Facebook 或者上他的網絡網站 那裡挖回他的東西出來 現在當然是時代進步了 這個人的資料更加齊全 但是你要找到一個 你也要通過日常 那些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 才令到那個人對你感興趣 是吧 你講到人際關係 這個我覺得都很同意 因為你所謂Facebook 或者其他一些 Twitter 所有的這些 都其實想和人建立一個關係 是吧 真正最密切的關係 就是面對面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看到 能夠將我們的真正的感覺 表達出來 這是第一 第二 一個關心 在Facebook那裡 有些喜歡的不喜歡的 這些其實 某程度上 你問我有些少許假的 隨便的 隨便的 個個喜歡你不喜歡 這樣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我只覺得 我們的選舉的文化 應該是更加健康 更加全面 而年輕一輩也都 要看回 剛才你說 那些所謂的選舉 那麼多經驗 好像這本聖經 聖經可能嚴重了些 但這些可能 少許秘笈 我都知道 遲少許有一本書 叫做選舉工程師 會出的 居然不找我寫嗎 居然沒有找你 都沒有找你 有很多經驗的人 就不知道我們 變成我們吸收別人的經驗 因為從政其實最重要 你要開放地學習 你的對手其實 很多東西值得你學 如果下次看到別人對手的 所謂的弱點 而在那裡猛讚自己 或者調轉 猛看對手的優點 覺得自己不行 那兩個極端都是不好的 好似我當年迷信民調 差點都害死了 沒錯 幸好醒得快 不過現在講完那些個人魅力 候選人 我又撐開廣闊 好啊 喂 今年的口號 嘩 好像不多角眼 以前 前幾年 有大趨勢 我們要 爭取民主 接著打倒董建華 還我們人民的力量 今年 現在變成極度地區性的選舉 爭取什麼巴士線 今年整體 我們泛民 大家都當是泛民 甚至乎你們白甲黨 我真的見不到有些什麼明件的口號 不如我將一些具體情況告訴你 其實我們一路收集過一些很建設性的口號 但大家都收起來 不拿出來 原因就是第一 未報名 第二 很多時候都可能等七一 所謂的遊行之後 更加看到社會的趨勢 形勢 再說 我想今年的口號 跟以往不同 不是那麼空泛 爭取民主 或者打倒誰 可能都要有些新的想法 所以我都看到黨內 有些口號 收集 我看來都沒有什麼新鮮感 亦都沒有一些令我們驚喜 我知道有些人都在參考外地 台灣甚至哪個地方 有些人要搞什麼改變 可能亦都不是以前就這麼單一 但是如果你說每一個黨 一個整體的口號 我相信一定有的 那個調子 但是每一個地區裏面 就相信可能很具體的民生事項 的爭取 亦都以往就好像分兩極 你是爭取民主 你是想原地踏步 現在似乎這個比較模糊化 所以就跟你開始進來議會的時候 那個情況有些分別 是啊 我記得那時候 主口號比地區口號 你說好做就行 不好做就行 因為你想說的話 倒轉就被一個大的潮流蓋過了 但是當然 好像現在這樣 就很難把氣氛焗得大 有多少人分享你一個這麼細小的問題 你知道我都見有些選民 有些候選人小到要求在角落頭 加回垃圾桶 那些 哇 我不是說我未做過 我都應該做過 我相信 但是這個真的不是我 整個工程的最大的一部分 甚至乎我可能我都不會在我那些 任何的宣傳品那裡 大致標題說我真的有爭取過這些 我想每個人或者每一區的情況 要求都不同的 但是我覺得大有大做少少做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你不要做簡華指做 有做那些又收了 其實兩者都不好 我想轉一轉 還有時間不是太多 今年的選擇經費增加了 是啊 五三八零零 是啊 你覺得多了錢好 還是少了錢好 或者維持圓狀呢 我最好是多些 再多些 是啊 起碼包得漂亮些 也都不用這樣 就是經常不用想好那些縮筆數 你想想其實一個選舉的動員是很大的 你什麼人力都起碼都 我不用經常 這個前排的可能 六個月前的我每一次的活動 就聘請三個人而已 到後期就聘請多幾個 到最後就把所有的錢都捕起 最後選舉日 你多些錢的話 你就可以分多些好看點 其實我又覺得沒有多度的 因為你計算了通漲 幾年前的四萬多 現在五萬三其實差不多 紙、印刷、各樣東西都貴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增加 其實沒有什麼增加 反而我想強調一點 就是說 今年的候選人都很小心 就是關於選舉開支 都有人會出事的 我想這裡都提醒大家 在這些做選舉開支的時候 這個要一分一毫小心運用 當然有些人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最重要就是 那五萬幾元 怎樣能夠好好地完全 利用在競選方面 令到選民正如說 能夠接觸到你 你叫咪 你那電也要錢的 是吧 你盡量用多些機會 等接觸多些選民 讓人知道你的想法 未必同意你 但他知道你怎麼想之後 他有個印象 然後就透過不同的渠道 就幫我們那個選舉氣氛 好 到時那些選民也好 其實因為今年選舉 最後一分鐘時間講講 你留下30秒給我講 含金量很重 所以很多人爭到你 交給你 其實本來我還想說 就是要找一個適當的候選人 不過我沒得說了 如果你們真的想繼續聽 你跟主辦機構說 請我們兩個出來 我們講五六七集都行 我相信應該問題不大 既然今年的選舉 含金量那麼重 希望每一個候選人 能夠珍惜你的機會 能夠在這個議會裏面 為市民做多些工作 至於將來2012那個 所謂超級區議員的時候 你有份提名和投票 到時更加要 善用你手上的一票 為香港的未來 達出一個新的境界 乾杯 完完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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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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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